和木村的这个道路的情况 通过镜头其实可以看到 连续的降雪过后呢 通往河路发生了 大大小小上百起的这个而下 将原本就已经被积雪覆盖的 这个路面呢 甚至是超过了清雪设备 整个积雪的高度能达到 6到7米非常大的 而且整个雪崩带下来的 整个山上的有一些 现在天气在逐渐的 放晴的过程 打通道路的这个和木村 运送生活必要屋 今天早上这个 我们的这个直升机非常得快 所以根据天气情况 这个飞行的时间 有囊有面粉 还有在这个当地的 物资保障的一些车辆 来提供一个燃料